让环境、文化、国际化、电力、管理和证据中的地位作用的一个重要的支持 意义 继续合作、全新中共之力与其头献上 省委常委、常诚市委副书记、市长 常诚市政协 这些规划编制、政策实施、项目布局、过程中推荐的困难和问题 当时,通过市盘协议委和黄友会正式举例 那么我们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推足了四个方面的 像人工智能、装备制造 这个现代医药、安全健康食品 这方面的产业都要打造成千亿级的产业 那么加快我们常诚市、吉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你们的牌区还是这个 不对不对 在这边 中韩、长城国际合作示范区的节拍仪式 贯彻习近平